这个社区乱套了 自从那个戴眼镜的变态 在浴缸里掐死了他的老婆 残忍分尸 将尸块倒进下水道 然后被判无罪释放之后 这个社区乱套了 这里因此变得非常有名 就连政客来拉票的次数都变多了一些 美苏隆战动得人心惶惶 核武器的发明和实验的报道 让人一提到未来 就感觉到窒息 除此之外 大规模的移民流进国内 如何处理移民 似乎成为了这些政党拉选票的关键 保守党和工党依旧打得火热 但是这个时候 有一个新党派横空出世 自称新国民战线 他们是一帮极端右翼 不允许任何移民出现在英国土地上 他们在民间的信众像是一帮邪教分子 没日没夜地在全国各处投行 攻击警察 纵火大砸抢 除此之外 我在各种社区里 对那些长有不同五官和服务的人 不视眈眈 每天来这里购物的人 数不胜数 作为一个优秀的销售助理 他的业界能力完全掩盖了他的肤色和样貌 他听话沉默 没有脾气 面对遗址气使的本土同事 吃一个自带炒饭 还要被咸味中 哪怕他的业务能力再出色 老板似乎都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他的今生之路似乎遥遥无期 就连想获得更好的待遇 几乎都是妄想 他是一个印度人 本土同事凭借自己的肤色 轻而易举得到赏识 但他从来都把难搞的人一股脑 甩给尼达 就比如说 这个无罪事奉的沙尔范 也来买鞋了 眼镜似乎对他很有好感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种会亲手拿刀分尸妻子的男人 对女性有一种绝对特殊的喜好 他们应该不太喜欢 女性在他们面前呈现 完整的活的形态 眼镜的疗骚非常低级 大概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这个社区里的异类 同事甚至还戏谑地评论了一句 看来他好像很喜欢你这种类型 他的脑海中大概无数次出现过同事和眼镜的死状 他们在死之前面目争理 脸上沾满血迹和碎裂的玻璃 由于无法呼吸 而面无血色 顺眼暴秃地盯着他的脸 他们死在了他的手上 而这当然是他美好的幻想 政治新闻铺天盖地 所以一支黑人乐队的演唱会视频 简直是一股清流 他被主唱迷住了 这位明星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迷人气质 他和他一样 同这个世界的主流格格格 他因为吃炒饭的事 被那位已经在他意识中死了千万次的本土同事举报 被赶到了地下室吃不饭 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休息时间内 他却又被赶到了边缘地带 这个堆满垃圾的废弃仓库和他的处境别无二真 这里收藏着很多简报 上面的内容大多和杀戮有关 一个二个声名显赫的人惨死的新闻 被刻意收集了起来 中间似乎暗藏着某种规律 说不定就和之前那位一生不想便辞职的仓库管理有关系 而那个抽屉里放着的东西对尼达来说似乎有致命的吸引力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 就被抽屉上的尖刺出破了手指 他的血并没有被完全止住 而里面的一块木牌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就算是偷窃 但是犯罪对于人类来说从来都有致命的吸引力 通毒品 再回家的时候他的门口已经被喷上了N的F 两个大的字幕 这代表着他的屋子已经被新国民阵线标记了他们什么时候别会采取行动呢 而那些魔鬼还没有出现 真正的魔鬼却已经来了 那块木牌竟然发出了声音 尼达已经快要崩溃了 他吓得贴紧墙面不断地拿头撞墙 那剧烈的疼痛感和头晕目眩却并没有让他解脱 因为尼达的血而被激活和阿拉丁的神灯不一样 你把我召唤出来了将满足我三个愿望 而这位大哥的愿望是三场活人献祭 为了让尼达能接受这个任务 恶魔变成了他最喜欢的黑人男主唱的模样 而且和其他任何你知道的献祭都不同 这次活人献祭是日节的 人类时间规定的凌晨十二点之前 他至少需要杀死一个人 倘若他没有完成任务 等待他或是等待他们的 将是世界末日的降临 这代恶魔大哥让他看到了末日时的场景 熊熊火焰将他的家吞沫 除了木头被烧焦的味道之外 他透过窗户看见了人间炼狱 哈哈哈哈他一定是疯了 怪不得那些人说 他母亲的疯病因子一定已经遗传给他了 现在看来那些带有偏见的家伙们 说得好像没什么问题 恶魔无数古代 却是个画廊 其他人看不见他似乎在情理之中 而眼见今晚的十二点即将来临 正好在他面前经过了一个人 这是两条横道的桥洞 一个微秃的中年男人牵着狗从桥洞底下经过 恶魔当然知道他的想法 其实每天晚上都前往他八岁女儿的房间 行畜生不如的事 而这样的行为将一直延续到他的十三岁 他的女儿在二十八岁自尽 哪怕用了那么多年 他也没能治愈他的童年 等妮娜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个男人的脑袋已经被砖块猛烈撞击 而他整个人则跌到了河道之中 今晚的唯一收获便是护身符上的三道划痕少了一道 已经超过早上九点了 这位随叫随到的免费劳力还没有出现 他贪坐在家里却发现了一个事实 如果命运让你成为一个疯子 那么你逃离命运的一切行为 都会向命运更进一步 他想要逃离被认定为疯子的母亲 才极力抹杀自己的个性 打不还口 骂不还手 想要融入大众 成为一个并不起眼的人 但他的命运并不允许他这样做 就连恶魔也不愿放过他 他所做的每一步 都正马不停蹄地朝着精神命运 或是监狱奔剧 他立刻走到电话边 要报警 可他看着恶魔的那张明星脸 最终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和恶魔走在一起的感觉很奇妙 这世间似乎没有一个人有秘密 任何看似平平无奇的人 阴暗面都让人啼笑皆非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怎么就能确定 恶魔没有为了勾引他去杀人 才编造的这些故事呢 不过他已经没有机会去怀疑了 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现在他只需要考虑 第二和第三的人选是谁 即可 按照恶魔的理论 他接触的每个人都可以被杀掉 甚至应该被杀掉 渣男啊 家暴狂啊 不想继续活下去的老太太啊 还有那讨人厌的种族主义 本土女同事 在恶魔嘴里 他们的确没有任何活就的意义 但哪怕恶魔大哥巧说如簧 他也无法下定决心 直到他在电视上看到 苏联的核弹实验又再次成功 并且想让世界人尽皆知的时候 他从家里拿出了锤子 尽管世界大多数皆恶人 想要挑选出一个合适人阵 也极其困难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命运的话题 为了让自己长时间的当一个正常人 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欲望 甚至到了禁欲的地步 可是 为了找到第二个祭司品 他第一次前往了酒馆 在这种借酒消愁的酒客里 想找出几个人渣 实在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是 他在看见眼镜的一刹那 就下定了决心 到目前为止 租住这个社区这么多天以来 他最不理解的事就是 眼镜到底为什么能无罪释放 他将他的妻子剁成一片一片了 可他现在不坐在死囚牢房里 而在社区内人最多的酒吧里 安静地坐在一个小桌边 视尖着众人 偷窥着某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 就是他 不过现在的状况 就真的搞不清楚 到底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了 他跟踪着眼镜 而这个罪恶的男人竟然完全感觉不到危险 这一番认罪生命 他大概都没有在他的律师和检察官面前说过吧 但是 当他深情款款地说出那句 我从来没想过杀他 我只知道 我是多么地爱他 那一刀的锤子朝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 一下 又一下 恶魔见到他这次竟然如此果断 而且还是卡点完成任务的 露出了贪心的笑容 毕竟 这次任务的成败于否 也决定了他能不能通过考核 人间和地狱 大家外面混的 都不太容易 妮娜的外套上沾了洗 随后 另外一个陌生人却走进了一楼 以他们全然没有意料到的步伐 在恶魔急迫的警告下 他和这个陌生的男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缠斗 最终本场战斗役 他将那个男人用来自卫的匕首插进他自己的肚子里 为结束 活体已经变成尸体 但尼达却从恶魔的嘴里听到 这个无辜受害者是杀妻者的弟弟 他既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人 而是一个nobody 无论如何 他也算提前完成了任务 可是 护身符上的划痕并没有消失 竟然还留有一刀 恶魔打了666 问候了上司才知道 原来地狱部门根本就不能接受杀人犯作为献祭品 老哥 你是不是耍我呢 这不是吃面包 这是杀人 杀多一个少一个 你以为是吃饼呢 然而接下来 恶魔的一番扑败 简直让尼达啼笑皆非 这不光是尼达的任务 也是她的任务 否则 她何必跑前跑后比喻来来 如果任务失败 尼达面临的不过是几亿人同自己陪葬 几千万年后地球重新化发生灭火力 而这位新手恶魔将要面临的 是被放逐到无穷无尽的虚空之中 在那里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她感受不到任何物质 有的只是 永无止境的痛苦 还没等她的尬笑落幕 尼达便撇嘴点头 啊 那再杀一个人吧 和之前的两次机会一样 她的选择有很多 本土的同事 还有那戴着有色眼镜 狗眼看人低的老板 似乎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但是警察终究会盘查到她身上 全当是为了阻止 世界末日做出的一点点牺牲吧 然而此时此刻 一个崭新的目标 出现在尼达面前 她便是炙手可热的 保守党候选议员 无数媒体都认为 她很有可能是下一届首相的担任者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恶魔一眼就能知道她的未来 然而这次 这个画牢竟然选择闭口不谈 她支支吾吾 给出答案都模棱两可 恶魔不想让尼达 把议员当成是目标 就是为什么 这个冠冕堂皇的 混乱的接待任务 被老板交给了本土女同事 议员为了拉一张选票 对女同事低声吼道 看着我 在接下来的三秒钟之后 女同事就像被恶魔俘获一般 点下了头 我不投票给新国民战线了 我要把票投给保守党 投给你 议员对她说 新国民战线显然是一举小屁孩 太难了 把自己的最终目的 当成口号不再喊 这样怎么能行呢 通过怎样的口号去拉选票 这是最刺激的 尼达感受到了恶寒 毫无疑问 如果这个男人在演讲的时候 没有被人一举打死 那么他会成大器 一个首相对于他来说 应该一如反掌 如果他认为新国民战线 实在太小儿科 那么他对待另外的种族 对待移民 会使用怎样的手段呢 在尼达的逼迫之下 恶魔才总算是让尼达 看到了这位议员的光明未来 对他一个人是光明的 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 都是恐怖和绝望的 地狱 他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 驱逐移民 并且将他们关入监狱 届时他们将过上 比老鼠还不如的生活 就是他了 如果他不死 他也会带来世界末日 但当尼达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恶魔却完全改变了态度 他并不支持尼达的决定 恶魔说 我的上司绝对不会喜欢 你的这种行为 因为其实 那个议员 算是和我们一伙的 你这么做 相当于像我们整个恶魔部门挑衅 所以 恶魔不允许带来 世界末日的人死去 但是却告诉你 如果你不杀死足够的 其他的无足轻重的人 那么世界末日将会来临 这是怎样的双标和悖论呢 可尼达已下定决心 她让那个本土女同事 自己去伺候那些难缠的客户 还偷走了商场中心 那件代表着自由和不羁的 机车夹克 世界末日来不来 她不知道 不过 她的未来要来了 她要做自己 她为自己争取权利 至于疯子 神经病 杀人犯 这种界定 就让那些弄全人自己玩蛋去吧 她的计划的设定简单粗暴 虽然很难相信 这位政客竟然独自开车 几百公里前往另外一个城市 但是这似乎是上天给异兰的 最佳机会 尽管有新手恶魔的辅助 但是她的犯罪说法实在太过拙劣 最终还是被警长轻而易举地锁定了 尽管她不断开车撞击 扰乱议员原本的行驶 并且让他撞上树 但这并非足以致命 正到她完成任务的前一秒 警长却过来 抓捕了她 她 以及那位新手恶魔先生 失败了 今晚十二点过后 世界末日将会降临 她完全忘记了 她是如何到达审讯室的 警长和警员给她看了那块 所谓的护身符 上面并没有那几道技术用的血痕 只有几个意义不明的模糊数点 至于那位可爱的恶魔 既然除了她之外 没人能看见 那么谁又能证明她的存在 谁又能证明她说的 不是疯子的呢喃 而至于十二点之后 就是世界末日 更是不计之她 她一定会成为新闻的焦点 因为她把buff都凑齐了 一个外来族裔的女人 被所谓的不存在的恶魔指引 从而成为了连环杀人犯 多么值得推敲和瞎编的一条新闻啊 指针缓缓指过十二点 尽管尼达流泪祈祷 可还是无事发生 可下一秒 外面好像引起了骚动 当她再回头的时候 这位即将被放逐到 无尽虚空的恶魔先生 坐在她的对面 问她 尼达小姐 你愿意和我一同 去永恒痛苦的无尽虚空吗 她和她牵手走出门去的刹那 核爆炸的能量 常从他们的身后出现 宛如上帝圣光 将他们包围 后续内容马上更新 一定不要忘记收藏 和极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长按点赞 评论转发关注哦